十五號下午四點多 國道一號 五陽高架上發生了死亡 車禍意外 當時兩輛自小客車先發生擦撞 然後再等待移車過程 一輛傷行車又從後面追撞 重心不穩 九十度側翻 車殼碎片 噴飛滿地 現場一度回堵了三公里 新北還有桃園消防局接獲消息 趕快趕到現場搶救救出三人送醫 但其中一名乘客傷勢嚴重 送醫前沒有呼吸心跳 搶救還是宣告不治 消防隊員除了破壞器材 把握救援 黃金時間 有反應嗎 先上 先上 五十四歲 羅希男子卡在車內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但車體嚴重 擠壓變形 單架要進去 難上加難 十五號下午四點多 國道一號五陽高架上 發生一起死亡車禍意外 當時曾新年子開著白色自小客車 和羅希男子駕駛的車輛發生擦撞 原本人都沒有大礙 拖掉車也已經到場 沒想到一輛箱形車突然從後方追撞 重心不穩九十度側翻 也導致羅希駕駛的爸爸受困後座 送醫不治 三輛車 車殼碎片噴飛滿地 車頭車尾整個被撞爛 幾乎成為一團廢鐵 肇事的箱形車側翻在路中 國道警方貨爆趕來處理 現場一度回堵三公里 原先的小擦撞車禍 因為鄉行車駕駛一個不留神 釀成死亡悲劇 後續責任歸屬 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記者 新北市採訪報導